字幕作曲 李宗盛 算不算是一個釜山新興的Hunting 3 節 一定要成年才可以進入 有一站看著海的Airbnb 其實全部都是五合塊 最近韓國的天氣都變化幾極端 早陣是雨季 狂落雨 終於現在的雨季好像過了 但是每一天都超熱 7點多26度 在普遍最高溫度是30多 溫度可能去到35 天氣報告都說最好晚就不要出街 避免室外的活動 等一下要出發去釜山 然後因為太熱 這次特意帶了日本的紫通藥 因為這幾天其實也有出街 在很熱的環境很容易會頭痛 除了藥之外 白花油 但我想說沒有這件事我不碰 有什麼頭暈心興塗一塗 馬上好很多 有沒有同樣的人都會帶飽出街 這個就是我脫身包 放在所有重要的東西 全部都有放進去的 平時換袋的話 就直接把這個袋放在要用的袋裡 這樣就很方便了 然後銀包 這個袋放了一些充電 電池這樣 怕太熱了 戴了太陽眼鏡 我發現這個人是很喜歡看這個執行李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越看越可愛 它樣子真的很像公仔 你是不是很像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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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去釜山就是兩天一夜 其實是一個非常快閃的旅行 這次我就不是跟Josh去愛自己一個人 你笑了嗎 這次是真的我跟Josh一起這麼久以來 我第一次自己一個旅行 但Josh是自己有去旅行過 你去了兩次 後來會有很多嗎 可能 這次先踏國內線 所以是來金浦機場 這個是我 是我以前做的game 星期日早上的金浦機場 沒什麼人 國內線超方便 剛才30秒就搞定了 我們外國人 因為我們國內旅行 所以我們拿外國人登陸訊 就可以坐飛機了 沒什麼人的關係 迅速就進來了 其實國內線真的可以預少很多時間 因為我班機是9點 8點40波頂 半個小時前來到機場 都是超級鬆愈的 其實在首爾去虎生有幾個方法 要是開車 要是KTX 要是坐飛機 跟Josh的家人一起去 我多數會開車 我看到很多人問 為什麼我們要開車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那邊 通常在首爾過去的時候 都會順便拿東西過去 最方便和快自覺 就是一定是飛機 因為是一個小時的機程 KTX也是要坐三小時 趕時間的人 飛機一定是最適合的 我自己因為 我不想浪費太多時間 在車程上 所以我就選擇一搭飛機 準確來說 45分鐘就到 還快過我去江南 現在剛剛叫了的士 然後就會去酒店放行李 今次住間酒店 嘩 真是幸運有戴太陽眼鏡 現在是35分鐘 剛才我經過 我看到差很多人在這裡 差太陽 其實我是不太可以 自己一個旅行的人 即使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那個地方是好玩還是不好 我都希望有個人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這兩天一夜 都有香港朋友陪我 雖然她從來沒有老過面 她叫尖尖 一七一八左右 然後我們是在韓國media trip 認識的 認識了很久之後 她就來韓國住了 這麼巧她住在那時候 家附近 所以那時候開始有變熟 想起我們有很多地方在一起 我們去過很多旅行 應該說 非常肚子 所以我們第一站 立刻飛奔過來吃飯 我們就來了一間吃佩菇 在首爾是找不到的 它叫做 佩菇菇 可能一般大家都有吃過 那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因為韓國很大 它有分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煮飯 首爾通常會吃到的就是 加點菜 紅蘿蔔 洋蔥 去炒 老產料吃的這個 就是乾燒 我們的佩菇菇 就在賣上 其實是不特別 好像很煎牛肉 首爾沒有這個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可能是因為本身沒有特別喜歡吃佩菇菇 所以沒有特別去留意這個 上去找的時候 看不到有任何中文的介紹 所以真的只有半斤人來吃 現在是12點 所以越來越多人來吃 看到NAPA的評分是4.3多 其實韓國有很多餐廳 都是星期一休息 如果來旅行的話 可能要避開星期一 或者要看一下他們的營業時間 這樣熟了之後 真的變成形眼 很細 很碎 很香蒜味 而且它的部位是 不是多脂肪的位 為什麼這麼少呢 我覺得很喜歡這一隻 佩菇菇多一點 我也是 我覺得香厚一點 因為它是韓有關係 所以好吃一點 如果是喜歡濕一點的話 就不一定會適合這個 但真的少了 有簽名 還沒有HIGH FIVE我的右手 這就是今天我會在這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要來看演唱會 是你了 我玩不如你來富山玩 但我不想看演唱會 所以就變成這樣 兩天一夜 長場演唱會 還有看眾文迷妹 為什麼會找到這間餐廳 就是因為 因為我對面那位 她很喜歡正和 她就找到 原來最近正和 她開始分享很多 她喜歡吃的餐廳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以前有做Ido Tour 曾經有想過做CMG 真的正和 但真的找不到 同款食物 同款地方 而這裏的Bragogi 就是正和推薦 她說這裏是她的Comfort food 喜歡用這麼多的形容詞 我覺得它有點像泰式 但有抹著肉粒 然後香口 吃完的烤肉 我們來逛街 我想說這間地方 果然是要跟女生來才好 這次有事就是 我覺得跟Josley 會沒什麼人的地方 因為她不明白 取向不一樣 她不可以和我一起享受 巨型 超大 超大的 這些夾子很 這個也是五千元 這些夾子 煤炭屎鬼 但竟然有不同的顏色 要買了吧 我買這個Mouse Pack 可以嗎 全都是狗狗的東西 好可愛 好可愛 這男子好可愛 但其實這個比較好用 應該放屎袋 以前M面前 應該我十幾歲 這個是不是以前小學生 會用彩色盒 竟然用這邊的東西 我真的完全不買東西 為什麼可以訓練到這樣 為什麼可以訓練到這樣 歡迎光臨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多也超多 好像固醇一樣 是吵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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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 我買過六千元的東西 超大的風景 應該超涼爽 我拿著去街上 這些夾子 在首二萬 感覺很貴 對 為什麼是四千元 對 這些感情紋 你去街上也不止 那副生物價 真的 就在這裡買 對 這些是小時候的 本袋 看到裡面有什麼 很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購物的小習慣 通常我在街上看到一件東西 我看到它多漂亮也好 我首先會想 究竟買完它 之後我會不會用 我覺得是會的話 我就會想 哎呀 我不想拿 我就會叫自己網購 但是有很大的重點 就是 到底真的回到家的時候 我會不會上網去找那個東西 購物是一個衝動 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衝動 但我覺得這些 就是要衝動的時候 才會買到 你不衝動 你想很久 你真的不會買 然後發現自己 其實大部分的物件 都真的衝動購物 我剛剛說 為什麼你可以忍手不買 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 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就會馬上買 真的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買東西的方法 不知道有沒有買東西呢 嘩 要等啊 超幸運 剛才看到有四天人要等 但是 有很多人放棄 我們其實就是喜歡這個西瓜冰衣 西瓜綿綿冰 有些奶味 挺好吃 對 是透心涼的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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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時間是剛剛好 等一下吃完這個冰就可以查看 剛才不進來吃冰就可以了 我們可能會太熱會中暑 而且防曬會很重要 剛才太陽曬得有點痛 早幾天我出去的時候 我真的 不小心 浪費了 不疼人 然後我就中了樹 都餵了 然後是吐 超多人啦 港里海灘 過過後游泳 好瘋 我們現在逛一逛 突然進來好 你知道嗎 你去進那些無論是哪個地區 你都可以入妝店 有一點同一個道理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買 但是 進來才行 沒有走過幾個星期 那些東西又不夠了 我剛才剛剛想說 我不會為了這兩個而買 但是為了這個OK 我覺得今天一勢有點過分 但是我完全忘記戴Mask 前陣 女生就是這樣 明明沒有東西要走 沒有東西買 結果現在拿了那麼多東西 但這件事 永遠不會發生在我和George的身上 他不會主動買的 他沒有東西可以買的 女生和女生逛街是真的另一個世界 外面的東西好像出了很久 但都好像第一次見一樣 我覺得現在沒有目的性的逛街多好 沒有目的性一起走 就會一起發掘到新的東西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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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錯啊 這個項 我們現在看完整個廣安里 我現在看完整個海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如果只是說景點的話 是挺高分的 我覺得這間酒店的優點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夠方便 而且它的景點真的很好 之外呢 其他都可能 未必會每個人都滿意 因為不是特別乾淨的 酒店 一點點 歷史的痕跡 對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Lobby 酒店房裡面長身 不是特別華麗的 但其實這間是三星酒店 都是想睡一晚 因為其實我們想找一間 可以看到海的酒店 一不是就是海雲台 一不是就是廣安里 因為我們兩個非常臨時先約 所以也不是說 剩下很多酒店房 是真的看到海的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了這裡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既然住得廣安里的話 為什麼你們不選Airbnb 因為大家如果在上面找的話 會發現廣安里這個海灘 是有一站望著海的Airbnb 裡面的佈置很漂亮 乾淨很溫馨 但是那一堆有海紀的Airbnb 其實全部都是不合法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合法做Airbnb 他就發了一個網給我看 結果這堆全部沒有 真正登記了的 是極度少數 而且是不接近海邊的 對於租了這些非法Airbnb的人來說 有什麼不好處呢 第一就是安全 第二可能就是 隨時會有警察上門 忽然間被人敲門都恐怖的 現在在Airbnb的網上 其實大家都還可以找到這堆房子 有朋友跟我說 從今年年底開始 新的房源 如果是沒有登記證的話 都不可以登記上去的 如果在2025年都交不到一個證明的話 他們都會被取消資格 所以到夏年為止 其實大家都可以很輕易地找到這些房源 雖然我們如果住進去的話 在法律上是不會被怎樣的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 對張開來講都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特別推薦大家 去住這裡的Airbnb了 現在差不多晚上的7點了 太陽差不多下山了 果然現在天氣就好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只吃了空氣寒牛 然後那碗飯又是很少 我們分享了 然後就吃了冰 我們現在6點左右已經覺得肚餓了 很棒了 廣安來呢 全部的餐廳都是這樣 對著海 我們就去其中一個地方吃東西來 好香啊 超幸運 今天很順利 完全做到想做的事 還要相對起剛才我們那個空氣寒牛 這個45,000元 剛才我們一人份飲的是35,000元 今天真的需要喝一喝 對著這個海 加上這個海鮮 沒有辦法不喝 謝謝 謝謝 覺得肚餓的 是要吃東西的 但一直都找不到想吃什麼 因為我們明天也有明天要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不可以吃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 既然我們來到廣安來這邊看著海 我覺得是可以吃些看著海吃的東西 不想吃一些很快速吃完 不想吃麵 它有辣的辛辣味 但是它有些辛辣麵的味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辛辣麵的飯粉 魔法粉 韓國人是很喜歡煮湯的時候 如果想令湯麵都好吃 他們就會加魔法粉 令到食物快速變好吃的唯一方法 我覺得這個海鮮湯挺好吃 但有一點可惜就是它的味精味 是吃得出 吃不辣的話可能就會沒有味面 所以或者大家可以試白湯 但是是不是只有這間呢? 是沿海的 如果不是可以試第二間 可以試第二間 有點可惜 我們點清湯可以更加吃甜味 這個會想再送走多一點 其實通常是天氣熱的時候會想吃 是會騰沿海的地方 海鮮是好吃的 是 我在韓國時是自己在家製清河 你家製都會製貝殼爐 我任何有東西想吃的我就會煮 我任何有東西想吃的我就會煮 然後這個花霞會去到下一個目的地 其實本來我們的計劃就是吃完這個 沿海回酒店 休息一下 然後可能10點多再出來 因為待會我們這個目的就是會收到凌晨3點 但是呢 因為喝少許啤酒 突然很難睡 我們覺得如果我們回到酒店的話 應該不會再出來 所以打算近近地走過去 去到那邊如果剛好看到有想吃的東西 就吃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才那個海鮮湯 其實不是那種很飽很飽的 因為這些海鮮鍋多數都是送走的 就算是二人份 也不會說是飽套的二人份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現在浮山最熱的夜市場 超爆很多人呢 現在要這樣排隊 出事我們身份證 好像排隊一匹一樣 但是很漂亮啊 後面的橋 還有呢 我喜歡它這個night market 它是全室內的 超級多人爆了 一邊就是一些椅子 桌子 然後DJ在那邊打碟 然後二樓就是一些餐廳 我都吃這個 嘩 真的好像中環街市 什麼都有 我又在那邊看幾千 四千而已 為什麼這麼便宜 無緣無故買什麼帽 一秒內成 這麼熱 根本戴不了帽 這裡也挺好 挺大的 其實我覺得類似文創雜貨 但是是漂亮的 是會想走的 然後又有冷氣 走得挺舒服 嘩 我想買 現在還有很多絲帶 嘩 為什麼有菠蘿包呢 剛才那間香港餐廳 原來他們的店位在這裡 色水不錯 很漂亮 嘩 橙色瑞士糖味 哈哈 是不是 很熟悉的味道 再加上它的標誌 它這個 Pinna Butter 嘩 化生醬 嘩 我這兩個挺好吃 裡面是Mochi的Churros 炸Mochi 但是外面也是Churros那個脆脆的 它裡面爆煙 很好吃 它彈到好像年糕一樣 嘩 我們沒有來錯 神經病 我今天吃的日常都沒有焗 這個Churros加上雪糕 嘩 沒得頂 我本來以為這個night market 會是買很多街頭小食 年糕 香腸 明凍街頭會看到那些 但是完全不是 反而像中環街市 可以帶狗進來 哦 好了 我們吃完雪糕 樓下其實看到沒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其實不算太多 它的種類 而且我們都飽了 所以我們就回酒店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 算不算是一個 釜山新興的Hunting 3寺 一定要吃完才可以進去 因為有點Clubbing的感覺 大家坐在下面那裡是很high 其實氣氛是不錯的 是真的 真的可以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坐在下面會頭痛 那就會瘋 不行了 再不年輕 我要回家了 很多不同的炸物乾物 都是有些新鮮炸 你不買是新鮮炸的 所以我都喝不住買了兩包 有外賣 剛剛我買哥哥拿走了 原來我們酒店樓下的路 現在封了 不讓車走 現在很多人用粉筆去畫地下 這邊有一個迷你的小夜市 剛才看到的 對 星期日晚上有廣安利 是這麼熱鬧 1號 2號 2號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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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